随着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一世的影响逐渐扩大 包括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在内的一些欧洲政客 对华态度似乎有所改善 接连释放不少有善信号 但现如今的德国政府是多党派执政联盟 朔尔泽访华并带着雷类硕果回国 并未改变绿党籍经济部长哈贝克对中国的歧视性态度 仍旧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 干涉中德企业正常的合作项目 在这次事件中预阻的是中国塞维电子公司 事情的原委也不复杂 早在去年年底 德国芯片制造商埃尔默斯就希望以大约8500万欧元的价格 向塞维电子公司控股的一家瑞典子公司斯莱克斯 出售位于多特蒙德的晶圆制造厂 双方沟通十分顺畅 在朔尔泽访华之前 也已经有内部消息人士披露 德国政府正打算批准这桩收购案 但谁又能想到 朔尔泽回国后不久 形势就突然产生巨大变化 这桩中起收购案很可能会被叫停 埃尔默斯发布声明称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已向有关各方发出通知 将会在即将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审议该收购案 可能会禁止晶圆制造厂出售给斯莱克斯公司 而力主禁止中起收购德国晶圆厂的正是哈贝克 他认为与芯片生产领域的收购行为 将会威胁到德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 除了禁令以外的措施 都不适合消除这种已经确定的危险 哈贝克这套说词听起来似曾相识 在中远集团入股德国汉堡港时 貌似也是这种说法 完全没有任何新意 哈贝克似乎认为 只要中起对德国进行投资 都会威胁德国安全 但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 曾对中起收购晶圆厂仪式进行过审查 却也只在事后表示 中国正在进行有针对性的采购 完全没有提到关于国家安全的事情 而且 埃尔默斯名下的这家晶圆厂技术水平并不高 公开资料显示 只有32纳米以上的制造工艺 就算是一直想要打压中国芯片产业发展的美国 也没有说限制中国进口这种级别的芯片和技术 更别提中国掌握的芯片工艺技术已经超过这种层次 哈贝克所谓的威胁国家安全 不过是一种打压中企的借口 原本你请我冤的一桩生意 哈贝克非要将多余的政治因素掺杂其中 最终不会有任何一方受益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政府一直鼓励中国企业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 开展互利共赢的投资合作 德国因为中企提供公平开放且非歧视的市场环境 保障中企正常经营 不要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 更不要将国家安全当成借口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 德国态度突变 并不令人意外 三党联合执政的德国政府 本就存在较为严重的意见冲突 尤其是在面对中国时 但不管如何 朔尔茨访华仪式已经明显地展现出 德国将会与中国加深经贸合作的趋势 而把控德国经济政策的哈贝克 在这种时候与朔尔茨唱反调 很可能是做给外界看的 毕竟德国依然深受美国影响 朔尔茨接连释放有花信号 这些反对派自然会有所行动 不过 受俄乌冲突外溢影响的德国 能源和经济方面都已经陷入困境 与中国交好无疑是有利的 一些德国政客更应该看到这一点 而不是一样眼光看待中德经贸合作 再来说说这个绿党 绿党就是白左的极大成者 NGO的变体 美国的狗腿子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德国绿党充分将政治正确发挥到了极致 绿党主席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在各种场合曾大谈中国威胁 说他是德国人 倒不如说是美国人 在俄乌冲突问题上 贝尔伯克公开表态 如果我向乌克兰人民做出承诺 我会说 只要你们需要我们 我们就会与你们站在一起 不管我的德国选民怎么想 即使德国人民因能源价格暴涨而上街抗议 德国也必须制裁俄罗斯以支持乌克兰 看看这都什么话 美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拼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绿党是为了乌克兰的利益 冲死最后一个德国人 而另一个绿党成员 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 更是美国的天狗 各种无脑反花 现在德国的经济已在崩溃的边缘 中国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哈贝克不管不顾 根本不理德国工业的死活 在公开场合表示 德国对中国的天真已经结束 要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德国经济需要与中国经济脱钩 目前绿党对德国外交政策 和绿色转型的控制力很强 传统观念认为 德国的重大决策是由总理府来主导的 但是在国际议题上 德国的几个关键部门 全都由亲美的党团来控制 绿党控制了外交部和经济气候部 而同样高度亲美的自民党控制了财政部 其人在党内地位极高 但是跟中国交往的不愉快经历颇多 这一架构使得德国政界的亲美势力 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 德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而在绿党政治精英的言行中 人民可以轻易感受到 中国高拒他们厌恶国家排行榜榜首 这其实大背景还是在美国 大家知道 德国是个被美国打败的国家 而且是纳粹德国是至今被美军占领 所以德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 它的外交基本上是听美国的话的 只有在基督教联盟执政期间 也就默克尔执政期间 默克尔顶住德国的压力 他按照德国的利益为核心 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所以跟俄罗斯建了两条天然气管道 还有跟中国加深了贸易合作 更重要的是德国是个外贸高度依赖型的国家 德国 日本是典型 为什么他们会高度依赖外贸 高度依赖外贸的国家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它的生产效率和工业产品质量非常高 那么由于效率高质量高 那么他自己的国民就消耗不掉 那么全世界人都喜欢用于是他大量的产品 就是可能一半以上 甚至更多的产品都是为了出口 因为他的市场容纳不了 德国才八千万人口 日本才一亿人口 一亿八千万人口 他们在这两个国家 他的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都特别高 所以他们就高度依赖国际市场 也是国际市场喜欢他的产品 但是由于这几年全球化为了降低成本 德国又高度的把工业的前端生产 换句话说就这种高污染的 高劳动力成本的都转移到国外了 那么现在调查显示 德国企业的上游产品46%来自中国 而在德国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里面 上市挂牌的那些上市公司 他们销售的10%是来自中国市场 就是德国的繁荣市建立在跟中国合作的基础上 无论是上游的产品 就是我们给他提供的零配件 比方汽车的发动机这些东西 我们上游给他提供的 下游他做好的汽车卖出去 大部分起码在全世界的10%的市场 就是他股票交易指数里面 体现了10%的销售市在中国 上下游都高度依赖中国 而他自己本身 刚才我讲了 因为是个高效率而人口有限的国家 所以他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非常大 德国对外贸的依赖度是70% 作为这么一个国家和我们中国又是什么关系呢 刚才我讲了 除了上游产品的46%来自中国和整个交易所 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 销售的市场10%在中国以外 它还是欧洲国家 在中国投资最大的国家 它的投资就去年为例 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在内 它占到在中国投资的46% 英国第二20% 那么这是法国第三 法国虽然跟中国合作多 它也就10% 而这国又是德国的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我们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占到整个德国进出口总额的9.5% 就接近10% 远远高于它的邻国荷兰 也更高于它害怕的国家美国 美国只有7.5% 荷兰是8% 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 突然哈贝克经济部长放出一句话 我们以后不能再依赖中国了 我们必须要多元化 这个话被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做了批评 说是这个想法太幼稚 但这个德国经济部长说我们以后制定计划不幼稚了 我们高度依赖于中国 他为什么 因为前一段美国让他制裁中国 他发现拿不出制裁的单子来 他发现一拿出制裁中国 他自己要死 刚才我讲了 百分之上游产品他拿不到 你到下游布置的话 往哪布置 往印度布置 往越南布置 往非洲布置 他自己都不信任 别的国家能不能做出来 关键是德国的企业特别喜欢中国 我们知道德国的很多品牌 不管是Benz 大众 Boss 巴斯特 拜尔 维特根曼 你能想到的这些公司 通通都在中国有工厂 这才使得德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 所以这种脑子进水的人 或者以苦行僧 为他的政治理念的这种政党的人 当了领袖以后 有可能把德国的经济彻底毁掉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 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